汪小飞透露新计划 狠狠打脸前期大S 靠事业碾压聚敬业 汪小飞最近露面比较憔悴 但人家还是斗志十分的高 4月17日凌晨的三点左右 汪小飞醒醒之后开直播 而且人气直接上涨到了近三万人 在与粉丝们聊天的时候 汪小飞透露了自己本来在2022年的新计划 粉丝们表示 这一次小飞哥真的是狠狠打脸了前期一把 后续他将要靠事业碾压所谓的台北新女婿聚敬业 4月17日 汪小飞在三万多人的直播间里面表示 自己将来一定是全力一门心思搞事业了 所以大家也别再关注自己的私人感情生活了 尤其是在被问到自己为什么这么憔悴的时候 汪小飞说 要不是大环境差了 疫情影响到了事业 本来自己的新店将要开到50多家 一定超过峭江南 有网友在直播间里面提问汪小飞 你怎么事业搞得越来越差呀 以前可比现在风光多了 如今只能直播带带货了 怎么回事 汪小飞也毫不遮掩地回应 现在不是大环境的特殊原因嘛 不然我的分店都已经开遍全国了 至少是50家以上 而且早就超过以前峭江南了 但运气不太好 疫情嘛 大家都懂的 汪小飞还非常直率地希望 大家不要再刷礼物了 满瓶的礼物不是她想要的 她说 礼物就直接给上海的员工吧 聊天之中她说 自己和峭江南的一些元老们 商量着一起做新店 生意也做得非常的火爆 可惜遇到了疫情 自己只会一心搞事业了 对于自己的感情生活问题 她希望大家不要花时间在这上面 多关注自己的生意 甚至她还聊起了 关于自己新店的一些产品 不得不说 在凌晨三点左右 汪小飞是超级敬业啊 能与粉丝们一起聊自己的新事业 非常给力 有网友在留言区 给汪小飞加油打气 表示你会狠狠打脸前妻大S的 尤其是俱俊叶 那个韩国的所谓新姐夫 谁笑到最后不一定 你一定会靠实力碾压他的 另外在前面 汪小飞的母亲张岚也表示 自己和前夫已经复合了 也就是汪小飞的爸爸 他们将一起助力儿子的新店新事业 这一段时间 张岚和汪小飞母子 一直深受台北一家人的各种八卦消息困扰 尤其是离婚之后 很明显汪小飞其实挺不容易的 挺无奈的 才有了后面汪小飞怒对前小姨子小S 喊话小S不要欺人太甚 的确是这样子 汪小飞本来压力就大 新店开业遇到疫情 两个孩子又在台北 能怎么办 她只有一心搞事业 希望大家多关注她的事业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汪小飞凌晨开直播 网友恶搞送绿帽子 汪小飞脸色大变直言很冤 近日 外界目光一直聚焦在 大S与新婚老公聚俊叶身上 两人在台北办理完结婚手续之后 聚俊叶不忘自己的演出事业 目前已高调开启营业模式 也引来不少网友驻足为观 与此同时 大S的前夫汪小飞近期也活动频繁 17日凌晨3点左右 还不忘开直播与粉丝互动 与诸多网友大谈自己的生意经 不少网友起初以为汪小飞深夜开播 大概又是醉酒后的举动 不过随后汪小飞表示 自己只是刚刚睡醒 所以看上去眼神朦胧 面带倦意 在直播过程中 汪小飞不禁感叹 当下大形势严峻 声称 如若不是客观原因使然 自家品牌势必会在全国范围内 广开分店 分店数量少说也有50家 可见 汪小飞的确是壮志未酬 一直为眼下的事业劳心费力 毕竟 目前的汪小飞婚姻失利 唯有将精力投放在事业上 此前 汪小飞母亲张岚曾透露 汪小飞此前在上海开了四家新店 如今上海形势严峻 四家店面也亏损不少 每个月折损200万营业额 想来 汪小飞也为此感到焦头烂额 虽是凌晨开播 但依旧有2万多网友在线捧场 还有部分网友不忘为其打赏礼物予以关心 对此 汪小飞也向网友喊话 不要给他再刷礼物 表示自己仅是想和大家聊天解闷而已 可以看到此时汪小飞的心情不错 脸上也是带着笑容 在此过程中 还出现戏剧化的一幕 不知哪位网友 还给汪小飞刷了一顶绿帽子 被强行添加特效的汪小飞 瞬间脸色大变 表情更是尴尬到极点 对此 有不少网友为汪小飞说话 认为该网友的操作有失妥当 毕竟 男人最在乎的是自己的尊严 况且 汪小飞与大S是和平离婚 这位网友给他戴这样一顶绿帽子 确实不合适 想必汪小飞看到这位网友这般开玩笑 内心一定也是五味杂陈 心情大受波动 另外 汪小飞深夜不睡觉开直播 还特别设置了背景音乐 第一首便是张信哲的悲情老歌 我是真的爱你 为此有网友认为 汪小飞这是借助歌曲抒发心声 表露出自己对大S的不舍与想念 还有网友留言说 让他放一手感恩的心 看到网友对此做出各种解读 汪小飞无奈之下才关掉了音乐 还在直播中问 有没有像他一样是巨蟹做的 他说巨蟹做的人都很冤 这里的很冤是指他与张盈盈飞闻一事 还是他与大S离婚一事存在隐情呢 汪小飞的这番话语 也让网友听到了弦外之音 也似乎是在撇清与张盈盈的关系 难道离婚后 他对大S还念念不忘吗 如果真的放下了 汪小飞就不会这般伤感 还各种话外音吧 而另一边 大S与巨蟹也越来越高调 巨蟹先是在夜店演出 嗨翻全场 还引来了小姨子小S前来助阵 两人不忘尽情热舞 看上去关系相当熟络 看来新婚没几天 巨蟹便博得了大S家人的喜爱与支持 4月17日 网上还曝光了一张巨蟹业 与大S一同参加聚会的照片 镜头中两人并肩而坐 可以看出 目前的巨蟹业也在努力融入大S的生活圈 这边 巨蟹业享受的是新婚后的温馨生活 而另一边的汪小飞 只能体会人走茶凉后的孤独生活 在直播中 汪小飞虽然看上去情绪高涨 但还是有网友感知到他内心深处的低落 不过事已至此 汪小飞与大S的复婚设想也近乎破灭 即便张岚此前也曾多次暗示 自己支持儿子与大S复婚 也相信两人最终还是能破镜重言 但是如今大S已经嫁作他人 用实际行动彻底撇清了与汪小飞之间的关系 最终还是希望两人能够各自安好 汪小飞也能早日寻觅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